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2月13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我们是否常需要被他人关注 被他人肯定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人格成长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创世纪》第四章 第一至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 厄娃怀了孕 生了佳音说 我赖上主获得了一个人 以后他生了佳音的弟弟亚伯尔 亚伯尔牧羊 佳音耕田 有一天 佳音把田地的出产做祭品 献给天主 同时 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 最肥美而又是受生的羊 上主会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 却没有会顾佳音和他的祭品 因此 佳音大怒 垂头丧气 上主对佳音说 你为什么发怒 为什么垂头丧气 你若做得好 岂不也可扬起头来 你若做得不好 罪恶就伏在你门前 企图对付你 但你应制服他 事后 佳音对他弟弟亚伯尔说 我们到田间去 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 佳音就袭击了弟弟亚伯尔 将他杀死 上主对佳音说 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 他答说 我不知道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 上主说 你做什么事 听 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 你现在是地上所咒骂的人 地张开口由你手中 接收了你弟弟的血 从此 你即使耕种 地也不会给你出产 你在地上要成个流离失所的人 佳音对上主说 我的罪罚太重 无法承担 看 你今天将我由这地面上驱逐 我该躲避你的面 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 那么 凡遇见我的 必要杀我 上主对他说 绝不这样 凡杀佳音的人 一定要受七倍的罚 上主遂给迦音一个记号 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 亚当又认识了自己的妻子 他生了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舍特说 天主又赐给了我一个儿子 代替加音杀了的亚伯尔 感谢天主的圣言 加音的极度心 是人类很熟悉的一部分 手足竞争也是许多家庭常态 我们在婴幼儿时期 需要靠着父母亲 或者照顾者的抚育 爱的滋养 才能够安全地成长 茁壮 在婴幼儿时期 父母亲或照顾者 是我们的全部 以为得到他们全部的关注 自己才值得被爱 才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 当父母亲或照顾者 将目光或心力 分散给其他手足时 不安与焦虑油然而生 便产生了嫉妒与竞争 但此时长大成人的我们 已经不需要靠着父母亲 或照顾者的抚育 以及全部的爱 才能够生存 却无意识中 仍然带着还提时的视觉 我要是最被关注的 最被肯定的那一个我 才是好的 才是有价值的 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 认为样样都很好 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 天父对于他所造的每一位 满意的不得了 我们的价值不需要证明 也没办法比较 他无条件地爱我们每一位 各个都是他的宝贝 他看重的是我们每个人和他之间 一对一的关系 上主说 你为什么发怒 为什么垂头丧气 你若做得好 岂不也可扬起头来 你若做得不好 罪恶就浮在你门前 企图对付你 但你应制服他 若继续带着孩提的视觉 因竞争与嫉妒 而发怒或垂头丧气的情形 便会时常发生 我们也可以选择天主的视觉 重视和他之间 一对一的关系 只注视他 单纯只为他而做 平安喜乐自然相随 请品尝圣言 上主说 你为什么发怒 为什么垂头丧气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真实面对自己的嫉妒心 好奇他在说什么 想要什么 并奉献给天主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求你恩赐我体验天父 对我独特的爱 帮助我超越无意识和罪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意识到 我们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他人的关注与肯定 才有价值 我们明天再见